社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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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找到沙比亞 幫我們做一個很短的訪問 首先不如我們訪問一下沙比亞 今次出的書有三本 不如讓他介紹一下 她的書籍給我們聽 Hello Hello 今次我有三本書出 有《深夜六聞三》 有《你可以抱我睡一晚媽》 還有《沉淋失戀得幸福》 其實這三本書 都是圍繞著失戀的主題 就是三個主角 他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面對失戀這個課題 我希望可以 帶給讀者不同的心理 和狀況去面對失戀 明白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治癒的文字 不知道沙比亞今次有什麼想跟讀者說呢? 我會繼續寫更多 我喜歡的文字和我喜歡的故事 那大家快點來回想文化部份支持沙比亞 好 我們現在在回想文化部份 找到南骨子 我們首先 看看南骨子會否想介紹她的作品 讓我們認識 好 大家好 我是南骨子 那這本先 這個其實和去年的第一集 屬於香港人 這個是第二集來的 那它這次的不同就是 去年就是寫香港的歷史故事 那今年就主要寫一些 關於香港的都市傳聞 兇殺案 或者一些可能三大賊王 他們的生平 或者 為什麼那個都市傳聞會出現呢? 為什麼華富邨會有石棺 或者 原來香港大嶼山是有 這個人魚出現過的 那這本書都會講回 當時的背景 那也是 跟上一集一樣 都是用一個小說的形式去寫 那希望可以有趣些 又可以令到大家 認識多些香港的歷史 那第二本 第二本就是 一年一度的《阿公講鬼》 那每年的書展都會有新一集 那這一集和 上幾集又有一些新的嘗試 那一來就是 故事方面 那另外就是 它雖然是短故事 那但是 結合到最後 原來它是 有一條故事的主線 是串連了所有 不同的短故事的 好 那 那最後一本就是這個 《不要坐 號碼倒轉的巴士》 那這一本就是 其實都是屬於 香港的都市傳聞來的 那整天都聽到 巴士坐尾班車的 一些鬼故 那其實都是 用那個鬼故 來伸延開去創作的 一個故事來的 那 那這個也都 比較上爽快些 還有 呃 詭異打鬥多些的 那喜歡刺激的呢 看這本就對了 好 就是這麼多了 有什麼想跟讀者說呢 就是 快點來 快點來買書 那 不單止買我的書的 你可以 支持一下其他 香港的作者 都可以的 那